但它是一種... 這樣就感覺 大家好 大家好,我是DASNE 今天就想說7月的治愛 那我們來到這個暑假的部分 其實我自己試了很多新的化妝品 但我想拍一條影片 講一下我除了化妝品之外 最近的一些最愛 所以這條影片一開始就是香水、護膚品 開頭 後面就有一些最近很喜歡的衣服 想推介給你們 還有大家看到我今天這個文靜套 為什麼今天素顏拍片呢 就是想給大家看一下 我最近在吃一個藥 它說這個藥會令皮膚好 頭殼會長得好一點 指甲會長得強壯一點的藥 那它是什麼呢? 它就是HALO BEAUTY 這個是HALO BEAUTY的 這個叫做BOOSTER 它就像一個維他命一樣 它是一個Youtuber賣的 叫做Tati 它很漂亮的 你看看 它是粉紅色的 你看看 一瓶就60粒 60粒 每次吃1萬粒 就是一個月 200多元一瓶 接著又貴差不多300元 我也是吃了 大家看到了 大半個月 但是我自己已經看到有分別 因為一開始我掙扎了很久才買的 說真的 素顏品這些真的很容易被人騙 你怎麼知道是否真的有效 那我就上網看很多評論 很多人都說真的好 那我就說 好吧 薄一薄 那我就買回來 那我就吃了差不多 兩個禮拜多一點 兩個禮拜多一點 但是我真的覺得我皮膚自己是 好了 你們應該看到之前買的影片 我是素顏的 你都會看到我很多粒粒 但是現在我覺得那些粒粒 淡了很多 還有呢 頭髮指甲 我發覺是否覺得它真的 強硬了我又感覺不到 好了下一個 就是這個LANEAGE的LIP MASK 大家有沒有看到我去韓國購物的影片 如果還沒看的 就把連結在下面 你們去點擊 快點看 那我在我韓國瘋狂購物的 一個短短的小時候裡面 我就買了這個LANEAGE的LIP MASK 明明這個LIP MASK 在香港也有 不知為什麼要去韓國買 Anyway 這個LIP MASK有很多種味道 有蝁蘿啤梨 藍莉 有很多五六種味道 那我就買了這個Berry 這個梅味 那這個LIP MASK 其實很簡單 只要你在睡覺之前 塗在嘴上 那就可以了 那它塗下去的感覺是 極度厚 但是翌日起床的時候 真的沒有了死皮 因為我的嘴 是很容易會起硬快的 那你塗唇膏的時候 就很難上色 就會卡住了 擎在那個位置 但是它會軟化所有的皮 所以我現在是不可以沒有這個MASK 我每天都要用 我已經用了兩個禮拜了 兩個禮拜 我的嘴沒有起過硬快 所以我覺得很好 欸 有些古典MASK 喔 就是這個 這個是Charlotte Tilbury的Day Cream 那這個Day Cream呢 我最近試用 把它當作底妝來塗 它是15的SPF 但是我覺得它是一個很好的Primer 大家看到它是白色 其實是普通的一個白色Cream 但是它的質感是很薄 而且它塗完之後 它是有一種很... 即是上妝是很順很滑的感覺 它塗完之後上妝 你的妝是很容易很潔伏 很順很滑的感覺 但是它就沒有那種 即是幫你的皮膚 先調色 或者你毛孔比較粗大的 幫你遮了某些毛孔才上妝 另外一個呢 是我最近才試的一個Primer 就是這個Fenty Beauty Pro Filter Primer 那這個呢 就是它的相反 但是這兩個我都覺得好用的 看情況吧 如果我的皮膚狀態超差 感覺到那個人會超激粉的話 我就會用它 如果我的皮膚超好 想要一個更美麗的妝容 我就會用它 它們兩個是很不同的 如果兩者一定要選一個 我會選它 因為我覺得皮膚底部做好了 那你之後上的粉 你是不是上多一層粉呢 然後呢 我就要講這個NARS 這個Organism的一個collection 那它呢 大家都知道Organism 這個屈肌的顏色 那它也都因為這個很熱的顏色 的關係就出了一個系列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到 我之前review了NARS的一條片 就是它整個Erdame的collection 那我用完之後 我覺得NARS 其實多少產品都很好 這個我自己去買的 那這個是一個Organism的一個blush 來的 是一個Powder Blush 大家看一下 看到嗎 它是很漂亮的 因為它呢 示範給大家看 大家看到嗎 它是一個很自然的sheen的感覺 還有呢 它是那種粉 有一點點的Rose Gold 在裡面 我覺得很漂亮 如果你用Brush的掃 上這裏也可以 你用Highlight掃上這裏也可以 那我就喜歡用Blush的方式去塗它 因為我會塗它之後 面上再加一層Highlight 這樣弄到少許它這個blush的位 我覺得是很漂亮 It's everything 然後呢 就是這個Hourglass Powder 這個translucent setting powder 是我見過最luxury 最漂亮 最高級的setting powder 首先它的外型已經很漂亮 你看打開的時候 你看看 它是一個金色的環 那它的粉呢 只是在中間的滴滴出來 還有呢 它這個蓋子會等著粉 讓粉不會掉出來 你看看 而且這個粉呢 好滑 然後呢 就是那兩支香水 很多人問我去韓國購物的影片 我就post了一支3C香水的 什麼bonvoy 有subscriber留言告訴我 那個字是代表什麼旅行 是不是 好像是travel的意思 那它就問我 那支香水 我說似的那種味道是哪支香水 我說 我說蠔牙版厚重版的那支香水是哪支 就是這一支啦 Dior 它很香 它是一個藝術家香水 你噴了之後呢 整個藝術的氣質都出來了 但是先說明 它不是那種會 一聞就會覺得 哇 這個味道很特別 很厲害 很正的 哇 它不是那種很signature味道的那種香水 那這支香水呢 是一支舊款來的 很久之前 現在還有出的 但是這條line 好像這一年內 就出了一個 expand了它們的系列 就出了一支新的 就是這一支 登登 Sakura味 感覺上呢 就好像一些花瓣 那些蒸油 蒸了下來之後 再蒸餾它 那種純的感覺 你明白嗎 就是花瓣很多時候有一種很重的味道 你會覺得聚了下來的感覺 但是它是有一種 的感覺 的味道 好像升了很輕的感覺 It's very good 然後呢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留意到 我最近在做一個ViuTV的節目 叫做全民造星的一個評判 和導師 那在這個節目裡面 我就剛剛前幾天 就要對著我那組的二十位仔仔 就要跟他們改造 那我發覺呢 他們全部的牙齒都很黃 我就發覺 哇原來香港的男生 是不太注重他們的美白牙齒 所以我想告訴大家 我已經說過很多次 大家一定要不美白自己的 為什麼 你們只需要五萬零 用百多元就可以買到 This is my secret weapon Crest的這盒牙貼 但是因為這個牙貼 真的可以改變你的人生 所以大家一定 一定一定一定 一定要試這盒 總之我不說那麼多 你想像我的牙齒那麼白 就用它 它是我唯一用過的美白 product 然後呢 就經常有些人留言給我 想看一下 跟衣服啊 鞋子啊 有關的一些片 那我在想怎樣拍好 我還沒想到的關係 那不如就說一下 我最近的一些 最愛的產品 好嗎 那我不知道大家 對我熟悉有多了解 那我自己呢 其實就是一個街頭的牌子 就叫做Sugar005 大家知道嗎 接下來 Season 3 就準備要出街了 那我們出街的時候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到 就是我Instagram都post了 韓國的一隊叫Winner Winner 他們的前隊長叫做 南泰元 他們就穿了我們新衣服的一個 新的一個T 很漂亮 其實穿了這一件 大家有沒有看到 登登 我們今季的主題 是跟賽車手有關的 長天是不是很漂亮呢 夏天穿都完全沒問題 因為它是很薄的 它是很薄的 你看多薄 還有呢 我們有黑色的 登登 還有這件T 我覺得都真的很漂亮 所以才推介給你們 其實我系列所有東西都很漂亮 因為所有東西都是經我親自去看了才推出的 那所以呢 我說漂亮 你信不信呢 你信你就快點去看看吧 然後換一個袋 我最近很喜歡用它 是不是很可愛啊 它跟我的頭很像 它是Lowaywish的大象袋 其實已經出了很久了 但我也是很最近才有這個袋 我覺得這個袋是很好用的 其實它超好裝的 我寫了很多張照片 跟它一起過日子 我去整個巴黎的Fashion Week 我都是跟它相依為名 而且它有很多色的 它有黃色、黃色、黑色、黑色 什麼色都有 但我喜歡藍色 然後就是這對 我想大家認識波鞋的人 都會很想要的 波鞋 我不捨得穿啊 It's so nice 所以基本上它是 Off-White 跟Nike出的這對Jordan 跟上一對一樣 都是有很多不同的拼料拼出來的感覺 大家看到這裡有Stitch 然後這裡有Sweade 這裡有透網的一個料 而且我覺得這個顏色是很漂亮 而且這塊我喜歡藍色 然後它也有藍色和橙色的鞋帶 所有東西加起來簡直是 但我未必捨得穿 因為它真的很漂亮 另外啦 另外啦 就是我的最愛 我的自愛人生的自愛 那這雙鞋呢 是他們新出的一個collection 叫做Yong 好像是叫Yong 登登 我覺得這雙鞋呢 有一點點混合 這個Daddy Shoes 加這個Easy的感覺 就是它的底部 有一點Daddy Shoes的感覺 然後它上面有一種 Easy的那種線條的感覺 還有它是紅色 紅色是我的Favorite Favorite Color 它還有紅黑白 它的白色是一種米白色 它不是那種純白色 我覺得整個顏色的搭配 是我很喜歡的 好了 講完我的七月之愛 你又告訴我 你在這一個月裡 發現了什麼 新奇百怪好玩的產品 介紹給我 讓我看看 試一下 什麼都可以的 今天就來到這裡 快點訂閱我的頻道 按那個鬧鐘 看到嗎? 訂閱下面 還有追蹤我的IG OK? 好了 拜拜